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,我是小春 今天我們來介紹陸府的新活動 桃花迷蹤 這個桃花迷蹤啊 主要就是縫橫的寶庫 我們來看一下縫橫的寶庫 縫橫是不是挺漂亮的感覺啊 好像有點普通欸 好,然後它一樣是轉盤的方式 重點是陸服,它是沒有送整支的 所以整支的都是台服的福利 在陸服,你只要轉不到縫橫 那你就是永遠失去了縫橫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高規格培養禮包 當你獲得縫橫的時候,你可以解鎖這些東西 免費領取,這邊中間要花一條線 就是你五星的時候可以免費領取這個 化境免費領取這個,然後這樣一路領下去 然後如果你要隔壁的這個,你就必須要充值 這個大概是以後俠客的方式吧 像這個就是縫橫自選禮包 這個一定是選三猶龍的啊 然後還送了一本傳奇啊 這個台服現在好像也有這種活動 不過是直接課禮包的方式 好,因為我現在不多啊,只有66個 來看一下可不可以拿到一隻吧 哇 110片啊 歐氣爆表啊 是不是 小村紅運當頭 哈哈 看來我依然的強運啊 好,那我們來看一下縫橫吧 專武 被攻擊自身血量高於目標,本次受到傷害降低20% 還不錯 10%免疫 不錯 開場觸發,增加自己技能減傷10% 也不錯 這個真的是典型的補師啊 三招都是減傷的 這很OP啊 密集 暗指登蘭驅散機率額外提高20% 這招就是解內外傷的那招 等於會有80% 似水柔情多補一個目標,等於補了三隻啊 他的密集都還行啊 三本OK 好 咱們來玩一下遊戲吧 這個輕功啊 這個我超級愛玩啊 這個人物超可愛 然後你就是按下你的滑鼠 或是按下你的手指 然後他就會到一定的怒氣條 你就開始跳跳跳 像這樣 是不是 非常可愛呢 嘿 嘿 哎呀 落水啦 呵呵呵 好 咱們來去看下一個 出海巡寶 這個 活動啊 首先 這邊有一個類似月卡的東西 你可以把它打開 然後他的探索獎率會提高 每日道具恢復也會提高 然後 他這邊就有一個 指南針可以領取 你領取之後他就會按照時間繼續恢復 然後你走到一定的次數的時候就會獲得獎勵 就像這樣子 還蠻可愛的啊 然後重點就是這個 200次的 黃龍時裝 這件超級可愛的啊 七翹玲瓏 哇 是不是很秀啊 這隻黃龍 超級可愛的啊 然後如果你要走到這200次 這個活動商店 這邊會有 這個禮包 這個是人民幣 然後你就會拿到這個指南針 然後這個也是蠻划算的 反正只要一塊錢啊 是不是很不錯 然後最大的禮包也才30塊一包 這個禮包聽說只要少少的錢 你只要加上月卡 就可以出現黃龍了 比一般拿到時裝的獎勵還要低 然後希望台服也趕快出這個啊 這個船其實還蠻容易的啊 只要靠時間慢慢回 這種東西我還蠻喜歡的 而且他在探索的過程中 可以拿到大量的元寶獎勵 或是洗練石啊等等 好 紅橫寶庫咱們介紹過了 咱們來看一下桃花往事 一樣有生平的東西 就會有傳承卷軸 真不錯啊 然後這個銀絲作對 這種東西就是自己去Google解答吧 因為每天出來的詞都不太一樣 這個在文訣造義薄弱的我 需要Google大神 再來 晚松桃花 這個也蠻好玩的啊 就是開始看你的桃花在哪裡 欸? 總監想騙我 好 那這個就是縫橫的系列活動了 都還不錯蠻容易的 獎勵還尚可 然後他同場加印還有一隻傻菇 我們來看一下傻菇的專武啊 之前有人問我 好 專武 開場觸發增加自己技能減傷10% 開場觸發增加自己技能增傷10% 造成攻擊時若自己血量低於目標 則本次造成傷害提升20% 都還蠻划算啦 應該不是說划算啦 應該都還蠻實用的啊 還不錯 秘籍的部分 一招3次觸發後 立刻恢復自身10點怒氣 每回合最多觸發3次 還不錯啊 不過這招名字叫做深不可測 他有多深呢 要失真傳 觸發後提升自己20%格擋持續3回合 這個也不賴耶 這隻真的典型的楊過加周紫若的感覺啊 然後9本的紅秘籍是首次巔峰狀態結束後 重製藥之真傳冷卻回合 這個 感覺尚可吧 在9本秘籍裡面它算貴的 好 那最後再跟你們說一件事情 就是陸服的楊頂天啊 上次我不是有拍一招 畫於100%嗎 這個畫於100% 在陸服已經改完了 所以它已經變正常變回30%了 然後一樣我會再拍一支 就是改過後的影片給你們看一下 雖然有好有壞啦 不過 好處應該是大於壞處吧 至少有許多毒隊方可繼續生存啊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主要就是這個身心禮包啦 這個真的是高規格耶 就是包含的秘籍啊 雖然 要價不菲啊 然後 剛剛以上說的全部都是 人民幣的單位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吧 我是小春 咱們下次見 掰掰